夏日在南法度假的一天会是怎样的呢 我们现在是在法国的马赛 一座非常美丽的海边城市 这次我们在国家公园旁边租了一个民宿 打算一会儿去海边徒步 先来大家看一下我们在南法的家吧 这边就是我们的客厅 它其实兼备了厨房 然后办公室 然后也有沙发 可以看电视这样的一个区域 非常的明亮 而且我们正对着远处就是 远山风景特别特别的好 他们的办公桌让我们俩很惊喜 就是高度非常的合适 而且这边就有插电的 非常的专业 因为这个民宿的主人 他就是一个按摩师 然后平常也会做冥想 所以他有个专门的空间 里面还放了很多佛像 然后还有挂了西藏的经番 所以今早我们就在这边有做一些冥想 还有一些拉伸的一些练习 因为我觉得现在每一个人 其实都需要一些 能够让自己放松专注的一个地方 有这样一个专门的空间是特别好的 这边就是我们的房间了 房间很小 但是非常的舒适 而且外面就是树林 整体来说 我觉得这是一个有设计感 有温度 而且能看到主人 他们都是非常喜欢健康 富外的自然的生活的这样一个家 我觉得是跟我们俩的匹配很像的 所以为什么我会选择住在这里 现在我们准备好 打算出门去海边了 戴上帽子 防晒霜 还有大量的水 出发咯 南马的国度海 我们来了 到我们土屋的入口咯 我们来到的是马赛的蔚兰海岸国家公园 这是地中海地区唯一覆盖陆地 海洋和岛屿的国家公园 可以进行各种户外活动 在官方APP上 就可以看到几十条徒步路线的选择 而且全部都是免费的哦 现在是下午四点钟 陪我们手表记录一下今天的徒步 哇 我们刚进至国家公园 还不到五分钟刚在入口的地方 最近看到两组人在攀岩了 而且都是带着小朋友的 带小朋友来野攀 哇塞 好棒啊 这种生活 野攀的就是野攀 我看也有人就是走那种很难的路线 他一路是需要攀岩绳索 各种你知道吗 那他是有人带有向导带的 我想练攀岩 我也想练攀岩 那我们得找个有三个地方去 小米 现在我们已经走进来了 都是碎石子路还挺滑的 那已经有点糟了 可以看到马赛的城区 这边有个半圆形的建筑 应该是马赛的足球场 我已经听到大海的声音了 好舒服呀 沙滩游泳 沙滩游泳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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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你看这个 他这山脉还是很有层次的哦 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房东很幸福啊 他就每天都可以来 对啊 对他们在红桩园 走过来十分钟都不要 哇砸了 哇 砸了 哇 我们的室外桃园小沙滩到了 哇 看今天好像有点热闹的好多 往外面是船对吧 帆船 然后里面围起来应该就是游泳 哇 到达终点喽 我们现在要下水喽 这人现在已经完全可以头一直在羊在上面游泳了 哇 这个海真的很漂亮 虽然说人挺多的 但是你看小丁现在在那边也就周围都没有什么人 然后下面就是白沙滩 不过就是因为有点海藻 就感觉没有那么干净 水其实还是很清澈的 所以都很浅 就可以泡在水 凉凉的水里面 特别的舒服 游光泳感觉怎么样 哇 我觉得好舒服 好开心 好幸福啊 能够在这样一个被平山环绕 然后在一个很安静 安全的海湾 很漂亮的海里面游泳 然后躺在沙滩上 然后现在又可以在这个日落时分 在旁边的这个小道上走一走 看到有很多船 我就觉得人生好幸福啊 就是生活方式真的有多种多样 大自然给我们提供了这样各种各样的一种可能性 所以以后有机会很希望能够来度假更长一段时间 我觉得这里会是我想来住一住的地方 你知道我现在在想什么吗 我现在很羡慕那些有船的人 刚刚他们就那个 划着一个小的相伴 对 然后把人都运通到船上 他们就住在这儿 我觉得好棒啊 我希望未来我也有一天能有一条自己的船 真的是世界有多大 生活就有多少种可能 感谢南法人的松弛生活 又加深了我们心中要在自然中生活的种子 生命不息 探索不止 我们是环球旅居五年的数九名夫妻小丁和小潘 下期视频再见啦 拜拜